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昨天香草在公司尾牙抽到第三奖 一个扣取包包 但他回家后却是有点不爽的感觉 我告诉他 也不错啊 这品牌包在店内专柜购买 基本都要15000元起跳 但香草反应却是淡淡冷冷的告诉我 这是一个男士背包叫我怎么用啊 哦 原来是这个原因难怪他会不爽 那还不简单 上网便宜卖掉换现金不就解决了 香草说也有想到这方法 结果向公司要购买发票银本 确实告诉香草已经送去报帐没有银本留存 我一定感觉是要防止员工转卖变现的做法 因为扣取包包在市面上还有很多高仿品 少了购买证明 你光嘴巴说是专柜货也没人敢接手 连我也觉得香草抽到这个包包的来历也是怪怪的 所以我上扣取官网查了一下 看看能不能查到这个包包的资料 结果 运气还不错 一查就看他高高挂在扣取官网上 而且售价还不便宜 要19800元 我的妈呀 一个小小背包售价快要2万元 这是在贵什么啊 我真的不了解这精品界的想法 我应该会用2万元购买高阶显示卡来用 多年后二手卖掉还能回收一点本钱 但这扣取二手包还有人会收购使用吗? 会的人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原因 那现在在官网上可以查到这个包包 我们差不多可以放心一点 应该有50%增品的可能 因为高防品很少会模仿当季产品 因为五金料件都还没有开模作 那先来开箱看看这个男士用扣取精品杯提包 首先看到是放置精品包包常用来虎人的防尘袋 但目前这个防尘袋布要摸起来不算差 感觉不是用一般单薄白布做一做而已 而在袋子上面的商标印刷也是很精致 没有粗糙毛边错位没对准 嗯...不错不错 而它附的手提纸袋 提把布用料也不差 摸起来也很柔软 纸袋整体的纸材厚度也非常扎实 感觉只要不碰到水 应该可以环保回收使用很多次 内侧上口处印有纸袋生产履历介绍 真的不愧是精品包装用的纸袋啊 做工费用应该不便宜吧 我想这纸袋钱应该也是算在你购买精品包包里面吧 接下来是我们主角男士杯提包 哇...第一眼看整体品质是真的不会太差 在最上面还挂有台湾进口商资料 和著名包包的产品资讯卡 虽然我没有买过专柜包包 但也有到店内逛过 一般高防品扣取包是不会挂台湾代理商标签 有80%都是标示美国原主场标签 我想这应该是台湾专柜货没错 如果有观众也在台湾扣取专柜买过包包 有看过这标签 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而在这背包上的拉链头和局部皮件地方 都有包上塑胶布保护着 感觉真的蛮用心的 再从外观皮件用料 和扣取经典塑胶帆布皮 摸起来整体触感非常好 也没有散发阵阵浓臭臭的胶水位 拉链缝线处也处理得相当好 完全没有看到自由随性歪斜走线有趣现象 在背部接触身体部位有右上透气网布加强散热效果 达到背部通风不闷热 再来打开袋子内部看看 哇!里面是塞满纸团 好让包包看起来直挺挺的 难怪它看起来很有型 而不是我们使用后压迫大变形的样子 清理完里面的纸团后 最前面小拉链袋放一组机车和社区大门进出钥匙 就差不多要满了 在第一个主要放置处上部有一个割成袋子 它的深度感觉可以放一个长夹包也没有问题 对面则是做了一个网状小袋子 应该是设计让你放钥匙和小包面纸之类的小东西 哦!这里面还附了一张要你扫码 来观看教你如何保养维护你的包包资讯 而这个中间隔层大概可以放两瓶500cc的水 空间还算充足,使用性也不错 起码出门逛街散步就不怕没有地方放水喝 但要注意一下,它的内里是用布做的 当你在放入水瓶时,尽量把瓶身擦干 才不会让里程部吸水发臭发霉了 再来把包包上面的五金料件、塑胶、保护布都拆了 哦!原来COACH包经典小吊牌是包在这里啊! 还以为这个男士背包没有附送呢? 从上面的五金配件制作水准看起来真的不差 和背带的缝合地方处理也不错 而且这条背带摸起来也很柔软、不死硬、厚度也够 背起来应该会蛮舒适的 而在五金拉链头上的COACH商标也是清晰可见 没有曖昧、模糊不清的问题 拉链头上辅助拉力的皮革缝线也都正常 没有Y7扭8脱线没缝好的问题 拉链使用上也很顺滑、没有卡卡 在正面皮革上的COACH商标压纹也是简洁清楚 看到最后我个人觉得 香草抽到这个尾牙COACH男士背包 是台湾专柜正货没错 因为整体制作品质非常的精致 缝线上也没有Y7扭8 五金配件的电镀品质也相当好 虽然我不是精品包包检测专家 也真的看不出有什么缺陷来 还是说现在COACH包包的高防品 已经做到如此出城入画看不出任何破绽了吗 只在在皮革包包实际使用上的耐用度吗 所以如果你有在台湾COACH专柜买过包包 或是你是名牌包的鉴定达人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 让我知道你觉得这一个包是真货还是假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